台湾与缅甸虽然相隔2500公里 但透过捐赠的210部再生电脑 拉近了双边距离 为了推动新南向工作 乔委会与中华世纪文教发展协会合作 协力汇集台湾的再生电脑 送往缅甸乔校 以行动支持缅甸乔生的资讯学习环境 希望让偏乡乔生累积资讯能力翻转人生 乔委会委员长吴欣欣表示 台湾社会最可贵的就是乐于广结善缘 这对台湾迈向国际有正面帮助 他特别感谢民间团体 愿意与乔委会一起合作 改善缅甸乔校的教育环境 这不仅鼓励乔生追求梦想 也对国际社会做出贡献 把这些电脑把它修复之后可以再用 我们想办法把它送到台北 送到缅甸比较贫穷的经济弱势的地方去 让那边的学生学校有电脑可以来使用 同时我们可以做好环保的工作 让这些有限的资源可以得到延长它的寿命 让它能够为我们的人类的文明 持续做出贡献 缅甸是东协国家的新兴市场 各项基础建设经济活动也逐渐发展当中 不过电脑仍是乔校相当匮乏的教学设备 缅甸果雄小学代表杨洪仓就说 他们学校连一台电脑都没有 尽管获得这些再生电脑 平均也是20个学生使用一台 为了让学生学会基本的文书作业软体 这些电脑几乎不能关机休息 希望是两年三年以后 他们对Office这个软体操作 希望是他们是非常熟悉 接下来校长还有一个计划就是说 我们可能还有一些专业的工业软件 比如说AutoCay这些 可能带领他们走向工业化的步骤 目前只是让他们先熟悉资讯的这一块 那接下来还有很多工程要走 台湾一部成就的电脑 经过整理后 就能够成为缅甸桥校 学习资讯技能的重要设备 桥委会表示 他们乐意协助各界捐赠再生电脑 也会梅合教师强化教学能量 希望借此培育更多新南向人才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 萧兆平采访报道 中央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